昨天国民党权贷会结束之后 今天轮到了中评会登场 党主席洪秀柱延续了前一天的气势 向中评委信心喊话 不过党产条例通过之后 在票券银行等金融机构 不但是全面清查党赢事业的昼性情况 在八九月合约到期的票券公司 还确定了到期不续保 所以国民党可能到年底就会断锤 即使抢走了我们有形的党产 但是夺不去我们最珍贵的创党的理念 向中评委信心喊话 国民党最难过的一关 洪秀柱要一肩扛起 但是党产遭冻结 就连全代会上党代表想吃桌菜 都得要主席副主席自掏腰包 他还跟我讲你还没出钱 我说对啊但你要告诉我出多少钱 五百块啊 你就不用跟他讲嘛 你这话多 大家轮流捐钱一桌三千元梅花餐 简单假抽吧 党主席更是一同可馒头 但更惨的情况可能在今年底发生 不当党产条例通过之后 合约到期的票券公司 已确定到期不续保 国民党党库今年底就可能断锤 我想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是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尽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我们所有党工同仁也不必去担心 目前为止是没有断锤之余 后销柱再三保证不过退休党工 月退休金以及18%优存利息补贴 已经从7月底全面暂停发放 我觉得我们的党工同仁都能够理解到目前的状况 除此之外党内人员出缺步步 还要推动党务干部志工化 因为即便想变现 如果底下不动产被列为不动党产也没人敢买 看来现在如何找出金流已经成为最大难题 欢迎新闻赖尾坊黄云成台北报导